戰況也繼續 現在歐美繼續加區制裁措施 最新美國說會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對抗俄羅斯的最重大升級措施 英國說年底前會促進口俄羅斯石油 你怎麼看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的能源制裁 帶來潛在影響了多大 我想潛在影響最重要是能源價格 你見到也不是第一天 製作之前的油價已經加高了 現在都去到8.3、8.4 我都沒有更新,最新的速度出得太快 不用超過130多 最重要是擔心通脹問題 油價值得這麼厲害 通脹如何解決呢? 除了通脹之外 大家已經擔心會影響整個經濟復甦的步伐 始終能源價格高企 變成企業成本增加的時候 對於大大小小的行業都一定會有影響 這一刻都挺難搞的 難搞的地方就是 你的經濟都不是剛剛好一些 突然間有整壇的東西 變成經濟不好 但是又可能加碎 因為通脹鏡 大家又是怕滯脹 變成為何市會跟得這麼貼對這麼快 我想是這個原因 多了這個不明浪因素 變成了儲屋怎樣去做呢? 究竟加了多少呢? 這個是大家都看不透的時候 當然是先估了 所以你說油價升為何會來到市 對得這麼急就是這個原因 對於你說美股 即是那個是否再跌到 大家見到都已經跌不少 是否暫時還是一個比較急的跌勢呢? 我想暫時美股就算是前晚跌得比較急的 尤其是大股 昨晚相對來說就站穩一點點 我自己看 就是似乎大家都開始有兩樣東西 我想你說是否跌了 沒有人猜到 因為始終你戰況的東西 沒有人知道 始終每天都在不停地更新 我想這個是難猜的 我想第二樣東西 大家會在等著就是 下個星期意識那樣東西 究竟現在的街頭還在吹 究竟0.25、0.5 其實每天都會更改 是嗎? 是否大家還有信心覺得0.5 我不知道 大家其實都 當然了 他之前吹風是0.25 但你也知道 又是局勢的東西 隨著會變化 至於現在空掌這麼厲害 是啊 還要看他會後怎樣說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市是應該在等著意識 那樣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星期 可能都會有坐上坐下 是 有你的粉絲 曉飛 他想問要是曉飛 對 他想問 怎樣看會不會是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戰 游價看多少 這些完全不能猜 很難猜 對 當然近藍 老實實去到尾 當然不想打仗 任何人的戰爭 但是 你要去猜都不容易 即是你說 這一刻我是很淡的 又打點夾包 誰知道到時 你會知道 這個問題是打仗 這些東西 去到尾都是政治籌碼 可能當大家拿到自己的利益 可能就隨時吹雞 一圈牆了 那變成 其實真的 所以我想 我也繼續說 你應付的事況是靠你的操作 即你的操作 去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 即操作是什麼 例如 你不要那麼大鑽 可能你風平浪靜 你很有信心 就大鑽一點 但現在你風高浪急的時候 你當然是小小鑽 大大聲 融合幅度 就算 說真的 你小小鑽大大聲 你看對 當然也有一個幅度 你看錯 你都不會輸到去哪裡 我想反而是 用鑽碼 控制風險 這個時間 就算了 就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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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